哈囉大家 我是樂樂樂 今天的背景又不一樣了 先給你們看我今天睡在一個多麼奇妙的地方錄影 今天我是在我們那個宿舍的那個叫什麼 然後呢就是 交易廳 就一樓交易廳 然後我終於現在在寒假 然後終於沒有人 然後就覺得找到一個 還不錯 就不會吵到事了 但是可能等一下如果你聽到我突然停頓 或是什麼就是 有人進來OK 好 那我今天很不幸的穿上一件白色 後面就有一點 這個頭髮先跟大家講一下我之前的頭髮 就是我這個頭髮它染了紫色 所以你們知道有一個心理建設 就是我染了紫色 這樣你們看這個頭髮才會有紫色 就是我明明就有一點點漂 但是它就是沒有很明顯 就有一點點線條感 就沒有很明顯 然後 就到這裡燈光 我不知道是夠亮還是什麼 夠亮的有沒有紫色 有沒有紫色有沒有紫色 有沒有紫色 那個線條感是 也要心裡面寫我有染紫色 我一直寫我有染紫色 然後我看看真的有那麼那麼 一眉一眉紫色 OK 好 好 廢話不多說 今天要拍的 今天要講的是開箱 然後這個開箱就是 雙十二的淘寶開箱 講的都覺得好慘愧 就是我上一個有一個 前三支影片嗎 有一個那個就是雙十一 然後那時候就說我訂了雙十二 但我到現在 都還沒開 它又在這裡的店 然後現在已經 嗯 一月二十一號 就是我已經放寒假了 然後 我終於要開 其實 里面還有包含 我本來要跟人家 就是撤撤撤交換禮物 然後我就一直跟他說 等我拍 再送你 然後拍一下再送你 然後到現在都還沒送出去 然後 好 所以 我就廢話不說說 這次是 更是有明確見的 我是偷懂的那個 坦塊來開 這次買比較 光是買的部分呢 就只有買九百塊 不是只買九百多塊 然後運費一百多嗎 對 就是 還可以 十二月的事情 我還記得 其實也很好 好 然後這次有幾盒 我竟然也是有買到四盒 四 對 看到嗎 其實這裡面有一些 就是我當時買 然後現在想一想覺得很厚的東西 所以 就沒有那種很急迫性 然後先從這個 這個開始好了 這是什麼 喔 這就是我上次刷十一的時候啊 我就說 我沒有買搶到的那個 刷劇組 然後我這次說明搶到它了 你們這樣是不是看不到啊 我把它拉下來以後 比較少用不放在台北的腳架 所以它 我跟它不太熟 它比較沒有辦法滑順的上上下下 我買的一樣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瘦瘦狼嗎 可是我這一台紙上原來瘦瘦狼 在蝦皮也有開店 所以 我不知道這樣有沒有比較便宜的 但反正就是雙十二的時候要買 就有那個套子要搶 哇 它包得很美耶 它長這樣 看到嗎 超美的耶 它是整個都做的 因為它是一個套組嘛 它叫什麼套組啊 余美人三代 就是我雙十一的時候 沒搶到雙十二中 又搶 它包得好精緻喔 你看 你看 它這裡是這樣子的一個卡 它這裡面有十三支 很漂亮的白色耶 我的天啊 我發現我好像要洗一洗才可以用 它是這種 隨便拿一支大支的刷子 這麼大 欸很舒服耶 它的毛是舒服 而且它這個是做霧面的 我喜歡這種 摸起來霧面的東西 真的很棒 你聽到這個摸起來的聲音嗎 很舒服耶 它的毛是這樣舒服的 然後 它還是有那種瘦瘦狼的 就是新刷子 我覺得它的刷子 沒有那些散裝的那麼重 就是什麼 紅 台 紅 紅餅的那些還要那麼重 然後 我發現就是它們那種套裝的 它們的刷具 就會做得比較短 像這些小刷具 就比較短 然後紅餅就是那種散賣的 它就很長 所以就是看你們 就是這種攜帶就會比較方便 然後它就這樣子一戴 喜歡我覺得很漂亮 我覺得刷具真的是很不夠 因為我有講過嘛 我是一個 超級少洗刷具 然後就是 有時候就是那種 如果你用黃 偏黃 偏橘 然後再偏粉 再偏那種大地深一點的話 就很肉mix在一起 所以還是要很多很多刷具彈性 OK 帶回家用好了 就是下禮拜就要回家了 這樣 然後對我剛才不是說我染頭髮嗎 就是先 預告一下我今天染頭髮 我就看那個 我的一天 我不知道會在 這個隻的前面還是後面處 所以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 我的一天 好 再來第二個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欸 我好怕我等一下那個開一開之後 然後就發現裡面有 那種 肉皮之類的 超可怕的 所以 我現在只錄影應該算是一種 證明我沒有走私 這個 是什麼 喔 是我的手機殼 我買了手機殼還有貼膜 嗚 我買這麼多 我買了三個貼膜 有一個是要給我 朋友的 所以我的是 我的是 i6 Plus 我現在還用i6 Plus 對 然後我送我朋友的i3 就是我剛才不是說 我要送他在接裡嗎 現在終於開囉 你的 你的殼在這喔 在這喔 在這喔 OK 然後兩個 哇 它這個包得好好 雖然說 它這裡有點小裂掉 它有一點小裂掉 但是 希望裡面是 因為 我之前去收手機 我去換那個 喔好多東西喔 我之前去換那個 沒有什麼 電池 就是年底的時候就換電池 然後他就把我的磨拆了 然後我就想說 就定了這個上 就可以一起 就是 那個貼膜 就有定嘛 然後就可以貼 然後我就一直每天想說 我要開箱 我要開箱 結果 我的銀幕被我刮傷了 就是貨真價實的那個銀幕被刮傷 我的天 我真是 超白癡的 然後先講完好了 然後 它送我一個好可愛的貼紙喔 Emoji的貼紙 把我可以黏在 手帳上面 我剛好最近就很想要 黏東西 然後我買了一個手機殼 就是我之前就跟我室友在那個 借那個韓糖飲料 我之前有說嘛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 想喝奶茶 然後 然後說 不理不想 就是 它還有一個什麼想吃甜食 不理不想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 奶茶的話 就是比較符合我的需求 我現在就把它裝起來 它是一個 滿 滿美的一個 藍色 是一個我覺得蠻適合 冬天的顏色吧 這樣 然後它是霧面的 它就像那個霧面的那個聲音 所以我才是很舒服 我希望它不會掉 掉蠟殘 好 我之後如果有蠟草的話 再跟你們講 然後等一下再來貼那個膜 還是你們喜歡看我貼膜 就是我剛才室友 我就一直說 怎麼自己貼膜會起泡啊什麼的 我說我今天都自己貼啊 都沒起泡啊 好 我先來看一下這個 破掉的裡面有沒有破掉 好 它真的包得好 它是這樣整個包起來 好 它這樣子包了 它這樣子還有一個泡麵膠包 所以它應該沒什麼事 OK 真的沒事 我之前買的都差不多這樣 然後它裡面就有一個 這是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 Dye Sticker 就是你可以 就是 你這樣子 貼在那個 膜的 銀幕的邊線 讓你知道對準哪 然後這個是可以把那個 這是可以把灰塵黏起來的 這樣 然後這裡還有 兩個 一個濕的 一個乾的 就是如果正常 你們如果自己買 那個貼膜 換該懂 這個是一個濕的一個乾的 然後你們就可以把 螢幕擦乾淨 好我們現在就來 幫它 我們現在就來幫它 貼膜 好 你看我這裡真的 已經刮到痕跡了 我要拍片 等拍片 然後我就太會脫 然後這裡就 超多痕跡的 你們看不看得到 它真的是刮破 就這樣就刮 然後會有那個痕跡 這你們看到嗎 這個燈光 我隨著吧 這個顏色好噁心 好 先拍一遍 這個 你知道嗎 我剛才就出來 然後就跟我室友說 我要來貼保護貼 然後我室友就覺得 我一定會失敗 我就跟他說 我每次都自己貼啊 我都沒失敗 然後他說 那只是你碰巧而已 所以他現在 現在壓力很大 那我們跟你們講話喔 我好多話想講 貼保護貼超多話想講 然後我現在開第二個 想講 然後呢就是 我真的覺得 保護貼不要亂給別人 是不需要給別人貼 其實他們貼的東西 都是一樣的 可能他們的玻璃 比較硬還是什麼的 但是我爸媽他們也貼過那種 好我現在在用那個乾的 把他剛才濕的地方擦掉 就我爸媽他們也貼 那種很貴的 然後 然後刷下去就真的 保護膜沒破 然後裡面的螢幕破了 剛剛打電話來 然後我就接聽了 所以重擦一遍 這手機莫名在這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給我超多超多刮痕 所以我現在 得把他擦乾淨 然後趕快貼貼磨了 太可怕了 這個 我是覺得很乾淨 沒想到 今天把這個都給我了 好 OK 我覺得貼了沒有比較乾淨 反而變乾淨 再擦擦一遍 OK 好 不管 我現在要 黏上去了 拿出來 它上面都有 清除的一號 它有標示 我覺得我有點貼歪 而且我覺得它好不像iphone的保護貼喔 我覺得它有點乖乖 跟我之前貼的感覺都不太一樣 就是它的型 好 不近完美 就是 但是 這種東西你可以再慢慢的那個 慢慢的 推它 就是使用之後再繼續推它 然後把就是 有一天就不能把它摔破了之後 那個空氣自己就會跑出來 越長越興趣 再把我剛剛的那個殼 裝上去 跟一支新的手機一樣啦 我真的覺得就是它有點小不完美 但是 每次包 包膜 有些很貴的就要上千塊 一半就七八百塊 我真的覺得 你這樣子包一個 你自己貼然後 你自己貼 你給別人貼一次 你自己就可以貼個十次的話 真的可以自己認真貼上 對 就是這樣 而且刷了也不會很心痛 但我覺得這個這樣的膜沒有很好 就是你們大家注意 就不要買這樣的膜 我覺得它的版型真的怪怪的 就是我之前買的版型 就是 它就是其他就是 有些它不會滿版是沒錯 就是它像這樣 就是它不會滿版 沒錯 但是我覺得它 控的有點太多了 所以就 OK 然後再來的這個呢 是什麼 喔我買了超級多超級多超級多 超級多襪子 就是應該是說 我整個裡面最最最最最期待的 就是這一包 因為我買超級超級多襪子 然後下一個應該就是我裡面 最最最最最最不期待的 我買了超級超級多襪子 因為超級真的超便宜 而且我就覺得 襪子真的是一個越穿越洗越小的東西 好怕割破 好怕割到襪子 喔真的 襪子直接在裡面 他也就 在歌手裡面直接割到 有看到嗎 超級多襪子 我看看我買了幾襪 我買了幾襪 我買了幾襪 喔 它有這種 有包起來的 也有這個沒包起來的 這是什麼概念 摸摸看 它真的超便宜的 我忘記它到底多便宜 它真的很便宜 然後它就 真的滿薄的 不知道它會穿幾次會 不但我覺得 應該也不是到一次就會鋪的那種 其實它真的滿薄的 你們就可以看到我的手透出來 看到嗎 這真的是滿薄的 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個都這麼薄欸 再把其他襪子 我還要買那種可愛的 這樣 就是我都買一組一組的 所以好像一組一組都會這樣子 就是 裝起來 喔這種就是 現在應該滿了 現在我吧 這種的話 欸這個就比較厚一點喔 我覺得 像這裡就是整個很厚 然後有緊 這種就滿厚 然後有緊 有緊有緊 這個 這個還是很薄欸 可肉的 但我覺得應該也還好 然後襪子這種東西 真的是 在你破掉之前 它搞不好已經不見了 我真的是 在宿舍真的就越洗 然後它們就真的會不見 OK 所以真的很可愛 這個是呢不是 雖然一個季節的話 應該還算行吧 還是有點浪費 不知道 就是先買看看 這個超級便宜的 我忘記了 我再把價錢 那個連結放在下 這個很便宜 我買了超級多 超級多 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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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太多了吧 然後這裡還有這個散裝的 這裡來這樣子也有散裝 這樣超多吧 如果每一個就穿三次 然後破了的話 其實一個冬天就過去了吧 好 不知道碰哪 最後的最後就是五個 它其實是一件連身裙 然後 它是一個毛線衣的連身裙 因為那個時候 十二那是冷 它快死掉 然後我本來是要買那種 比較休閒的裙子 什麼圖啊 好可愛 收盡人士港妹朝人館女神 請優先派送 可愛 好 然後呢 它是一個黑色的裙子 連身裙 因為它是很冷 然後它是毛線衣 因為我本來就想要買連身裙 但是其他就不是毛線衣 我是超級冷 超級冷 十二那超冷 所以就變成一件毛線衣 然後我現在就有點後悔 毛線衣就算我怎樣了 好 反正就是一件毛線衣 我是有點後悔買這件 因為這件之後 毛線衣就是比較緊 欸它都Guma 然後我真的買Guma 就是上衣還行 但是下半身我就超級超級容易失戴 喔好臭喔 好臭喔 我的天 這要怎麼洗啊 喔我的天哪 真的好臭喔 欸它的這個牌子還發黑 我的天 我太敢穿了 媽呀 喔這好像真的超臭 超級臭 這要怎麼洗啊 而且我覺得它好小鏡喔 這真的可以當連身的嗎 我講到後面 這可以連身嗎 是我太高還是怎樣 喔好啦 其實它可以連身 天哪我覺得好醜喔 我真的是 每天不敢開 就是因為我超級害怕看到這一件的 OK 好啦如果我有把它 穿出門的話 我一定會拍照上傳打卡 好不好 它真的好臭喔 像我們說要怎麼吃 不知道 它這感覺就是很貼身 然後把你設定所有的 優點跟缺點 然後缺點在放大的感覺 好吧 好 那麼以上呢 就是 淘寶雙十二開箱的部分 然後我覺得 嗯 還行 然後 但是不要走開 因為其實我 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它不是淘寶 但是我也是最近熟 那其實是 上禮拜 反正也算蠻久的 也是一個多禮拜 然後 我想說反正都要開箱了 所以就一起開 然後這次就是在台灣的 康世美的網路商店買的 然後我現在就一定要開箱 因為這是我 我下禮拜要出座 就是我們 我出座 就是我參加的社團 學校的社團 我們就是會去帶小孩 然後我下禮拜就要去髒 髒化 就是我們寒水間會去一個 比較偏僻的地方帶小孩 然後就會比較不方便 就是早上早起什麼的 所以我就買了一些 讓我會比較方便化妝跟卸妝的東西 然後 就是康世美 我覺得康世美 有一個很優惠很優惠的網路 就是結帳在九折 它1月5號就結帳在九折 然後用網路購物的話也可以用 而且如果你是第一次下載他們APP的話 還有100塊 我真的沒有幫他們驗賠 如果我幫他們驗賠的話 我就會指拍它好嗎 然後我就覺得 欸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網路第一次購物都會送錢 像什麼Orbis啊 然後那天Orbis呢 我不知道 然後屈城市也會送錢 就是很多網路第一次購物都會送錢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 就是各家 反正各家的這種價錢都蠻差不多 然後連這樣子就可以買四五次 但是其實也差蠻多 然後我們就先來開它 好 它有送東西 就是那個泡泡紙 它送了 哇 它送好多 就是 喔 首先呢 就是這個 這個真的超級超級好 那就是 Befest Hama 來確定 就是這個的卸妝巾 真的很好很好 但是就是蠻貴的 因為如果有人在台灣買的話 這樣一包好像要兩百 然後因為它可以折一百塊 然後這樣折一下 它好像才一百五十一 我看過最便宜最便宜 在屈城市 我忘記是 加一元多一件 還是買二送一 這樣子的話就很划算 然後一直在等 一直等不到 就是他們特價有時候很難等 所以這個是真的會特價 因為我真的看過它特價 所以我願意等它 然後 然後 所以我這次就是 我覺得一百五十一差不多了啦 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這個 因為我們不是說我要出隊嗎 然後我想說出隊 然後如果怕寒流來 就是超冷 然後用這樣的話 就比較不用洗天洗太久 然後其實這裡卸得蠻乾淨的 因為去那裡 就是用那種小學 廁所刷牙洗的那鏡子 也不一定看得乾淨 所以就不如用這個 然後就可以卸得比較乾淨 之前用過 真的超好用 然後我寒假 應該會拍一些試射的影片 這樣子用這個卸也會比較好卸 OK 等我 等我 好 再來的話就是我買了這個 TEO的 應該是算蠻紅的吧 我也不知道 蠻紅的一個 應該叫做什麼 氣墊粉餅 然後它因為它是麻衣送衣 所以我就買了這樣子 然後再打折什麼 這樣子兩格才八百多 所以一個只要四百多 它原價一個就八百多 反正就便宜超多超多 而且它又送了這個 就是買一個就會送了 然後所以這兩個當然就送了超多 這樣子 就根本不用洗 因為我也沒在洗氣墊粉餅的 粉餅 然後 這樣聽說是真的很髒 感覺就是超級容易止水細菌 然後上面有時候就會有一些 你不知道到底是 那個粉底液的味道 還是什麼的味道 所以如果它有給的話 而且它很多這邊 如果是深色 你根本看不出來它到底有沒有髒 還是怎麼樣 所以它 送這麼多我覺得蠻好的 然後 這兩個就是 用氣墊粉餅的話 就是出去外面 上妝也比較容易 不然就會帶很多 就一大罐小罐 這就比較省空間 然後我之後再用看看 我想說如果這不適合我的話 我還可以就是一個人全身的 可以賣掉之類的 我選的是三號明亮色 我選的是三號明亮色 希望是可以那個適合我的 聽說這種好像是遮瑕蠻高的嗎 就是氣墊粉餅很容易遮瑕不 所以我想說這個應該會夠 我用了 然後 有一個禮拜的出順時間 我也就算 應該就算是可以 好好測試它了吧 這個測試它到底好不好用 然後 是不是一個很值得出去外面 然後面對那麼多小孩 也算是一個 持久度的大考驗了 OK 所以一個禮拜之後再告訴你們 然後之後 可能還有什麼之類的 也可以就是 拍 用這個給你們看 喔 而且就是 預告一下 就是我這禮拜要跟 我這禮拜要跟我室友出去玩 所以也會有一些影片 然後 搞不好我就可以把化妝之類的 不知道 就是結合在裡面之類的 好 那我們就 先這樣 這就是這次的開箱 現在再看過去桌子操 然後讓我等一下拍一張桌子給你們看好了 好 那就 這樣子啦 那我們就 下次見也希望我不會拖到餓 就把這個剪出來 就是 我室友一直擠我 要再也跟你們說 然後也跟我室友 就是 他一直擠我一直擠我一直擠我 所以我就決定今天一定要拍 然後又要剪出來 然後我寒假一定要成為高層女王 OK 那麼今天的開箱都會在這裡結束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不要忘記訂閱 按鈴鐺 按讚 然後如果你有什麼想要我做的影片 然後或是任何意見就是可以留言 或是message我 或是隨便啦 就是可以county到我 就是讓我知道 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 這些有什麼 然後給我一點feedback 是不是 OK 掰掰